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家用的锅具 家用的食材 家常的五星级料理 你家里的厨房 其实你顶级餐厅 只有一步之遥 今天的第一道菜 菜式鲜虾鸡 无处脆皮鸡 威林顿牛排 只要用心烹煮 你也可以成为顶级大厨 从西围之处改变你的厨房生活 大家好 我是Steven 欢迎来到康宁新主义 今天为你带来的是 马来西亚 Laksa 在美食天堂马来西亚 Laksa可谓是最具代表性的马来美味 它起源于马来 传承于马来 从而发扬于世界 受到众多食客的追捧 不过 要想做好Laksa 有些关键的食材配料 还得留一番来挑选 在东南亚料理里面来说 我们常常对它是非常陌生 而且一知半解 最熟悉的就是所谓的料包 这样子的香料包 在东南亚有俗称 妈妈之友的名称 而什么样的料包呢 有海南鸡 有螃蟹 有咖喱 各式各样的料理 全部都能用料包里面的调味料 来制作而成 是不是很简单 很方便呢 你觉得我今天会来买Laksa料理包 做给你吃吗 不是 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 从头开始做起 买最新鲜的食材 买最新鲜的香料 完完全全可以在这家 客家东南亚店所买到 而香茅绝对是 东南亚料理当中的一绝 买香茅 老板娘 嗨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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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今天的香茅 对 对 香茅呢 闻起来是有淡淡的清香味 一点都不刺激 有安定心神的这种作用 而在东南亚料理里面来说呢 香茅就等于中餐小葱 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用这样子的香茅 来制作今天的Laksa 我相信味道一定是 非常的浓郁 厨神驾到 当然就不需要 这些便捷的调料包来助阵了 用新鲜的食材 自己熬煮Laksa 才是厨神的本事 抛弃了调料包 又买了至关重要的香茅草 那么这马来西亚Laksa 究竟有何魔力 能让那么多的食客 都爱不释手呢 东南亚料理 最吸引人的魔力 就是在那开胃的香料 和浓郁的汤汁 那马来西亚Laksa也不例外 怎么样从头开始制作 马来西亚Laksa 香料绝对是很关键的一环 而其中有两种香料 它不常见 但是在南洋料理中 它却广为受到 大家的喜爱和使用 它就是南洋跟香茅 南洋跟香茅呢 在中餐料理面来说呢 其实就等于我们的 生姜和大葱 用法非常的显而易见 而且也非常简单 所以在南洋料理呢 里面很重要 我们除了南洋跟香茅以外 我们今天还准备了 就是小干葱 大蒜和虾米 那这样子特别的料理呢 在马来西亚Laksa 还有散发的什么样 不同迷人的味道呢 那接下来我们今天 最重要的一个就是炒制 怎么炒制 很重要 从头开始 我来让你知道 我做的Laksa 跟一般人所买的调味包 有什么不一样 既然南洋和香茅草 在马来西亚Laksa的烹饪中 相当于中餐里的葱和姜 都是调味去腥的好食材 那么究竟它们如何发挥作用 咱们还得一步一步来看 在正式炒制之前 还需要将南洋 香茅和大蒜用刀拍碎 小洋葱切丝 干虾米切碎 大量的切 除此之外 还需要备好鲜虾 油豆腐 鱼豆腐 牛肉丸 鱼丸 蟹棒 鱼干 米粉等食材 那么接下来 留一番特制的 马来西亚Laksa该如何炒制 起到很大作用的辛香料 又要如何发挥出 最大的香味 咱们拭目以待 准备好你的辅料呢 现在我们依序的 就往锅里面加 锅中加入少许的色拉油 而油温保持在60度 到80度左右 最主要是不要让你的辛香料 还有接下来所要下的香料 给烧焦和烧黑 小干葱 大蒜 香茅跟南姜 虾米 有一块下去了 烹饪喇萨的第一步 就是辛香料的炒制 喇萨能否足够美味 这底香味可是相当的关键 锅中油温保持在60至80度 下入拍过的南姜 大蒜和香茅 改刀的虾米碎 以及小洋葱 不停翻炒 其实你会发现 我在锅中拌炒这些辛香料的时候 它并没有上色 那最主要你要利用温度呢 把它的辛味给去除掉 然后同时之间 把它的香气给带上来 一个很简单的解释方法 怎么样让辛辣味可以去除掉 其实你的鼻子稍微靠近的锅中 你可以慢慢地去嗅觉 你可以慢慢地去闻锅中所散发出来的味道 它并没有产生这种呛鼻的这种感觉 其实就可以了 在烹饪中 除了可以用视觉来看食材的烹制程度 嗅觉有时候也可以达到检测效果 当锅中的辛香料 恒温炒制没有辛辣味之后 就可以依次放入油葱酥 蒜酥 咖喱粉 白胡椒粉和辣椒粉继续翻炒 如此浓烈的味道相互掺杂 最终的成果还真是让人期待 在各种东南亚料理里面 其实做菜就像变魔术一样 各种不同的辛香料 各种不同的粉末 进到锅子里面 经过温度地炒杂 它的香味 它的刺鼻味会慢慢地散发出来 而影响到你整个鼻腔 还有你这个喉咙都可以感受到 而且甚至你的家里 都会温温全身充满这个气味 而炒完了辛香料和辅料 你觉得它结束了吗 它并没有 还有一项重头戏 绝对是南洋料理中 画龙点睛的一大奇迹 满锅的辛香料 在不断地恒温翻炒过程中 少了辛辣味 多了混合的东南亚风味 不过刘一番口中的神秘食材 究竟是什么呢 它又为何能让人终身难忘 新主义马上带您一探究竟 炒完了辛香料和辅料 你觉得它结束了吗 其实呢 重头戏才来的 我们才炒了辛香料 我们才炒了胡椒 接下来重头戏就是 南洋料理中 画龙点睛的一大奇迹 它就是南洋料理中的战斗机 虾酱 绝对会让你永生难忘 虾酱是东南亚料理中 常用的调味品 这种用小虾和盐 经过发酵而成的酱料 味道非常独特 虽然闻起来会让人难以接受 但是它的存在 绝对会让东南亚料理锦上添花 虾酱绝对是一个令人难忘的 酱汁也好 或者一种香料也好 它对整个南洋料理中的味道 绝对是一大提升 而你加入虾酱中的南洋料理呢 虽然感觉到很刺鼻 感觉到很腥臭 但是你吃在嘴巴 绝对会有回味无穷的那种曼妙滋味 虽说虾酱本身的腥臭味道 常常让人难以接受 但既然除神沙滑 这锅拉萨还是值得您期待的 神秘酱料已经加入 接下来就得加入鱼肝了 你在菜市场呢 其实都可以买到这种 已经烘干好的鱼肝 或是你可以买新鲜的鱼股呢 回来利用你的烤箱 用200度的温度 慢慢地烘烤 慢慢地去烘烤 把整个鱼肝呢 都烤制到干脆 而这样子的干脆 更能够体现出 整个拉萨汤头的鲜甜味 我们就把它丢到锅里面就可以了 为了更大程度地打造 马来西亚拉萨的鲜甜浓香 厨神刘一番特意选择了 这种可以轻松买到的鱼肝 摆碎之后放入锅中 来搭配其他新香料和虾酱 从而打造地道的东南亚风味 不过究竟这些食材在一起 要炒到什么样的程度 才可以继续接下来的步骤呢 当你在炒制香料之后 你会慢慢感觉到它所有的新香料 已经伴随着热力 慢慢地散发掉的时候 这时候你就可以开始 加你的清水和你的椰浆 把清水椰浆缓缓地注入到锅中 加上四辆的棕榈糖 让它慢慢地熬煮就可以了 当所有新香料的味道 都被熬煮出来之后 就可以依次加入清水 椰浆和棕榈糖 小火熬煮45分钟 也许对于电视机前的您来说 这棕榈糖并不常见 其实它是从棕榈树芯中提取的成分 与红糖味道相似 其甜而不腻的温和口感 对应打造喇萨的鲜甜味 也起了不小的作用 虽然看似普通 但往往简单的食材 才会起到化浓点睛的作用 喇萨的汤头 还需要在康宁精彩锅之中 炖煮45分钟 用它的恒温聚热功能 将喇萨的鲜香甜美 充分熬煮出来 经过锅中45分钟的炖煮之后 你可以看到汤汁越来越浓稠 这时候你就可以开始准备把它过滤出来 来加入其他的食材 让它继续的熬煮 比如说鱼丸啊 牛肉丸或猪肉丸 甚至一些你喜欢吃的鸡肉 猪肉甚至牛肉 都可以依照你当天在自厂 所采买的食材 来作为添加或是增减 辣度也是可以随个人口味喜好 所变更的哦 将喇萨的汤头过滤好之后 放入米粉 鲜虾 油豆腐 鱼丸 牛肉丸 蟹棒等鲜香的配菜 熬煮几分钟之后即可盛盘 撒上些许豆芽丝和香菜 这道不用调味包 也能够拥有正宗马来风味的喇萨 就算是烹饪完成了 介绍了南洋料理的丰富口感 其实不管是拉萨或是娘惹系列 都会用很多辛香料 让整个食材 让整个食材